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并不是从汉朝手里夺来的 而是通过他自己东征西讨 南征北战 经历了长期的战争才建立起来的 只不过因为他很早就把汉宪帝接到自己的地盘 至于他的控制之下 所以很多事情都是以汉朝的名义干的 而他在做完这些事情之后 又并没有把一个完整稳定的国家 重新交给汉朝皇帝 所以被许多人视为全臣兼臣 司马懿的情况刚好完全相反 司马懿完全是篡夺了曹氏几代人辛辛苦苦的成果 摘了曹氏几代人的果子 到司马懿发动高平陵之变时 曹魏政权除了朝廷出了一个全臣曹爽之外 其他方面都非常稳定 而且国力仍然处于恢复和发展的时期 内外人才积极 只是因为皇帝年龄还比较小 所以出现了大权旁落的情况 除此之外 曹魏政权并没有任何不稳定的情况 也不存在崩溃的迹象 如果司马懿只是像他自己所说的 发动高平陵之变 只是为了诛杀曹爽 抚役王室 那么他就应该在高平陵之变后 辅佐皇帝 帮助皇帝掌握内外局势 选拔和任用忠于曹氏的人 逐步把权力交给皇帝 而他自己的做法恰恰相反 在他掌权之后 大肆诛杀曹氏宗氏 和仍然忠于曹氏的人 到处安插 只忠于司马氏的人 挖曹魏政权的墙角 也就是说 曹操氏在汉氏已经衰落 没有可能重新振兴的情况下 才建立了曹魏的基础 而司马懿氏在曹魏 并没有任何威王迹象的情况下 强行从曹氏手中 通过政变和屠杀 夺取了政权 当然如果只是说屠杀 曹操在平定北方的过程中 也多次干过屠城的事情 在镇压汉县地周围的人 发动的政变的过程中 也杀了不少人 但相对来说 曹操解灭群雄 结束了整个北方十多年分裂割据 战乱不休的情况 为北方的政治稳定 经济恢复做出的贡献 是要大得多的 因为战乱意味着 普通的小老百姓 维持生计的庄稼快要收了 突然两个军阀打仗 这里变成了战场 庄稼就全部都被破坏了 战乱之后 因为粮食减产 大量挣扎在温饱边缘的人 被饿死 道路相望 甚至连掩埋尸体的人都找不到 从而导致了大规模的瘟疫 死了更多的人 曹操做的事情 恰恰就是结束这种局面 让原意安安稳稳的 过自己的小日子的小老百姓 能够安安稳稳的 过自己的小日子 不用担心 突然被一场战争 毁掉自己的房屋田园 妻子儿女 在战乱中流离失所 被乱兵所杀 从这个角度说 曹操是有大功于天下的 也就是王司徒说的 万幸归心 四方养得 而曹操自己 在四方征战的过程中 也多次感慨 战乱对普通的小老百姓的生活 造成了多大巨大的冲击和伤害 而这些诗篇中流露出的 就是他对普通老百姓 在战乱年代的生存状态的同情 抛礼行里 曹操写道 关东有一事 兴兵讨群凶 初期会蒙金 乃心在咸阳 均和力不齐 愁躇而艳航 势力使人争 似孩子相枪 淮南帝称号 克系于北方 铠甲生几尸 万幸已死亡 白骨鹿鱼也 千里无鸡鸣 生民百一亿 念之断人长 这种对老百姓的同情 也是司马懿所没有的 他所有的 只是对权力的渴望 以及对自己家族权力的 极力培植 至于老百姓 和其他人的生命 只要是阻挡了 他实现自己的利益 都要残酷屠杀 争辽东平公孙渊之后 司马懿屠城 而且据为金官 高平灵之变后 诛杀曹爽三族 老少无遗 而且牵连很广 许多人并未参与 曹爽与司马懿的政治斗争 只是忠于曹氏的人 也被他所杀 王灵之叛后 又是一次诛连 甚广的大规模屠杀 并且把曹氏宗氏 也全部迁到洛阳 来监视居住 以防他们起兵反对自己 他死之后 他的两个儿子 司马师和司马昭 继续沿着他的路线发展 继续屠杀 忠于曹氏的人 挖曹魏政权的墙角 终于在17年后 篡夺了曹魏的皇权 建立了西基 所以曹操的性格 虽然有奸诈 狡猾乃至残忍的一面 但他也有豪迈 多情和雄才大略的一面 有对民生艰难的 怜悯和同情 这种不同侧面 混杂起来 就成了他奸雄的形象 也就是既奸且雄 而司马懿完全相反 他没有曹操这种英雄气概 也没有对老百姓的同情 只有残忍 阴险 毒辣 以及不惜一切代价 夺权的阴谋和权术 也就是只有奸没有雄 也是在这个意义上 军事联盟 虽然在为司马懿洗地 极力把司马懿后来的发展 解释成他有意无意地 受到曹操的巨大影响的结果 但曹操在同阙台上 武朔赋诗时 所表现出来的英雄气概 和家国情怀 是司马懿一直没有学会的